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可能經常有很多人聽到, 說要望子成龍, 希望等兒子或小朋友讀多些書, 就日日找份好些的工作不用做和父母一樣的工作。 但這個想法是否真正確呢? 根據大陸的新聞報道, 就有張合照在2020年拍攝, 老爸叫錢豪, 在北漂20年做過搬運工、刊工、外賣員等工作。 他為了令兒子乾坤有更高的起跑線, 前前後後搬超過20次, 做過不少工作, 整家搬到北京住了, 想令兒子在北京上學, 享受北京高考的待遇, 未來希望他可以過到一個更體面的工作, 或者過一些更好的生活。 沒想到由於戶籍的關係, 外地人不可以在北京參加高考, 但他仍然鼓勵兒子參加成人教育, 最終拿到一個本科的文憑。 原本老爸的規劃就是兒子順利讀完高中, 然後北京去讀大學學習編程, 但遺憾的是在2020年, 兒子乾坤最後都是做了一個叫做愛送員, 還做了他老爸同事, 令到他老爸相當自自責。 他們那個年代就說沒得選擇就要做這樣的工作, 但想不到現在自己兒子仍然是要這樣。 兩父子現在齊齊早出晚歸, 在北京大街小巷裏面不停送食物。 其實他們當初整家搬去北京, 都是想兒子讀書方面有一個好的進展, 或者考到一個好的大學。 而其實乾坤,即是他的兒子, 本來就幾聰明的, 亦都拿了好多獎項, 其實對於一個離鄉別井的小朋友來說不容易的, 再加上他搬了那麼多錢屋, 就變了其實他本身是沒什麼朋友的。 雖然做了好多不同部署, 但最後其實他老師就跟他講了, 原來外地的同學在這裏上學就不可以參加高校的, 其實都很正常的, 如果每個人都想好似他那樣想, 就變成衝了過去那裏讀書, 變成當地的教育資源可能是負荷不到。 其實如果根據訪問所講, 他自己認為兒子變成現在好似他那樣, 一齊做外送員或者是快遞員, 他自己好自責的, 他以為再加上其實他本身是有欠落債務的, 他現在每日, 他老爸每日都仍然是早出晚歸, 每日原來要行上300多公里的里程, 才可以有4-500元的收入, 不過比較好彩的就是他以前所欠落的債務, 還得七七八八的, 他說這兩年應該是可以還替他, 之後就輕鬆好多了。 其實故事都看到這裏, 其實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, 雖然讀書是我們一般人比較有機會少少, 是可以向上流動到的機會, 但是你讀書的成績不代表你未來可以拿到好好的成就, 就算你考頭三名也好, 全級第一、二名也好, 可能你出來社會都是沒啥用的, 因為我見過很多人是所謂的高分低能, 反而有一些讀書未必聰明的, 但是他是運到有證書啦, 運到有證書之後他憑著自己好早出社會呀, 或者人情世故, 微塘眼額這些他比較擅長的東西, 就反而在社會裏撈得風生水起。 所以每個人都有他的機會啦, 但是向上流動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, 特別是如果本身家裏沒什麼條件的, 就變成父子一齊都去做這個外送員啦, 其實這樣看上去都幾唏噓的, 就變成你讀那麼多書, 拿那麼多獎有沒有用呢? 再加上現在找工作又這麼難找, 變成很多工種, 其實人工呀或者工作量上面都非常之內卷的, 然後大家可能為了爭一份文職, 就爭到頭破血流, 甚至乎碩士, 那樣畢業都是去爭這些初級文職, 當然這些都是沒辦法的事來的, 現在的大環境就是找工作比較難咯, 不過看完他這個故事, 我都真是覺得幾唏噓, 望子成龍最後就變成兒子跟自己做一樣的工作, 我想個老豆的心裏都應該不太好受的啦。 好啦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